今日说法 深夜的湖边 平静被一群青年打破 他们是一群怎样的青年 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 今日说法为你播出不平静的夜 各位好 这是今日说法 欢迎您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从今年五月份开始 厦门警方就陆续接到了市民打来的报警电话 说在市区发生过多次抢劫案件 而在警方的调查过程当中 又有了一些让人无法相信的发现 来看一下今天的记者调查 小瑶是最早向警方报案的受害人之一 那天是五月八号深夜 他接女友下夜班 路过厦门的旅游景点云当湖 两个人决定在湖边聊聊天再回家 就说天气蛮热的嘛 然后我们就在湖边坐一下 坐了大概二十分钟 据小瑶回应 当时他们根本就没有注意到附近有人 当发现身边有黑影的时候 那群人已经把他和女友围在了中间 围住小瑶的一群人有六七个 正当小瑶想对策的时候 他万万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这群人二话不说 开始对小瑶一顿暴打 小瑶记得 当时对方先是用棍子石头打他 后来就是拳打脚踢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很快就倒在了地上 可能打了我五六分钟以后 我才知道他们要对我抢起 这群人把小瑶打倒在地后 他们抢走了小瑶和女友身上的手机和钱包 扬察而去 随后小瑶和女友马上报了案 大概二十分钟左右 我们在警车上的时候 又听见在那个离我们被抢的地方不远的 先月路 又被抢绝了一个人 好像是一个人两个 面对如此猖狂作案的一群人 厦门警方快速做出反应 各派出所加大了夜晚的巡查力度 同时也增加了不少协警参与巡逻执行 然而抢劫案件还是没有停止下来的势头 五月十号又有一个受害者赶到了派出所报案 李先生是厦门本地人 出事的地点云当湖就在他家的楼下 快到家门口了 遇到了这么一帮人 李先生第一反应就是想跑 由于当时是深夜 李先生在这帮人的追打下 一不小心掉进了湖里 就在李先生在湖里侦查的时候 他怎么也想不到 这帮看上去并不大的孩子 竟然还是不放过他 当石头像雨点般朝李先生砸过来的时候 李先生一边在湖里挣扎 一边不停地躲闪 很快他就体力不支了 没办法最后就是说 要求他们让我上去 然后把我身上的银行卡 手机现金之类的都全部给他们 我都成立了一些专案 因为这个案件影响相当努力 通过受害人知道它的特征以后 这种青少年代就很大一个特点 连续性 像我们原刀湖边 他抢劫的第一期以后 我们当时马上就想到 肯定会发生第二期 在警方加大巡查力度后 云当湖似乎恢复了平静 然而这种平静 仅仅维持了几天 5月17号 在厦门打工的小张和同事下夜班 路过纪念碑的时候 也被一群年轻人围住了 就推我嘛 刚拿出手机嘛 想打电话 然后他们刚拿手机就被抢了嘛 当时机灵的小张 瞅准机会想逃跑 这个做法显然激怒了 那帮人 他们掏出一把刀 朝着小张砍过去 拿刀人追上来 他那时候就砍我了嘛 砍我手一刀 然后腰部被捅了一刀嘛 在那种危急时刻 路人看到了小张他们的遭遇 拨打了110报案 三分钟后 警方就赶到了现场 因为我们一直在伏击 所以就跟弦拉得很紧 然后我们所里面就赶快去出警 在那边果然发现是有两个年轻女孩子的话 在那边被抢劫 有一个还被捅伤了 警方的突然出现 让这群正在施暴的青年四散而逃 民警很快抓住了其中的三个人 他们看起来就是一群孩子 在派出所里 他们交代了犯罪事实 后来这个人的话交代说 有跟这些人在延档湖边抢了好多次 这几个被警方抓获的少年供述 参与这次抢劫的还有三个同伴 他们平时的联系都是通过自己的QQ群 离开了网络 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联系对方 那这就给我们抓捕行李人的话 制造了一个有利的条件 我们就通过QQ跟他们联系 就是利用了犯罪嫌疑人 通过网络进行联系的这种方式 几个小时之后 警方又抓获了另外三名 在逃的参与抢劫的漏网之鱼 到这个时候为止 这个抢劫团伙 这个每每在厦门的夜晚 出现在城市里面 像幽灵一样进行抢劫的犯罪团伙 被全部抓获 而在警方对这六名犯罪嫌疑人 进行审讯的过程当中 得到的事实越多 大家的心里就越沉重 这一伙人是特别凶 上来没讲半句 棍子就敲下去了 人就先打 我们在审查的过程中 我们也在了解为什么会这么凶 实际上这样打下去 也是给他们自己装弹 在他们的观念中的话 这种暴力犯罪的话 是好像跟游戏上一样的 打打杀杀的话 死了还可以再复活一样 他是这个团伙抢劫案件中 唯一一个刚满18岁的犯罪嫌疑人 叫小易 在记者采访他的时候 他也跟我们说 其实他知道自己早晚会被抓住 我就想那天晚餐已经会被抓了 小易说他感到后悔 他告诉记者 因为不喜欢学习 就早早和朋友出来打工 之后再也没和父母联系过 父母现在都在老家泉州 平时在干些什么 身体怎么样 他都不知道 我现在不知道做什么 你现在都不知道 他在家里的时候 做什么事情 警方告诉我们 通过审讯 小易算是这个团伙的主犯 已经查明的 由他指挥的抢劫 高达23次 这其中包括将受害者 围困在湖中 以及将逃跑的小张 砍伤等案件 像小易一样被警方抓获的其他几个犯罪嫌疑人也告诉我们 他们在家和父母沟通极少 原因有很多 其中大部分是因为父母对他们的管教只有粗暴的大骂 于是他们选择在网吧里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 这帮孩子说他们在一起是快乐的 但是这种快乐是需要上网才能实现 上网又是需要花费的 为了能上网 他们就经常在网上召集人马 出去弄点钱滑 在网吧 他们不是没钱的 然后他们说去弄点钱 然后七八个人就去了 我们就拦着那种骑自行车学生 就是这样开的 我想拦着钱呢 有分到你身上吗 采访中记者找到了六名犯罪嫌疑人当中 年龄最小的两个他们的家长 家长也是在警察的通知下来到了警察局 而且在此之前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在厦门 究竟在干什么 在这个不足五平方米的小处租房内 我们的镜头甚至不知道该怎么摆设 而小杨的父亲说 这是他们一家三口来厦门住过的最熟识的房间 按照小杨爸爸的说法 刚满十五岁的小杨来到厦门已经一年了 初中毕业后就在家帮着父母打零工 他一直是父母心中很乖的孩子 孩子什么时候突然转变的 爸爸一点都没有察觉 他只是知道前一段时间 儿子晚上不回家 吃在哪住在哪 这一切他都不知道 我相信可能他后面还有幕后家支持他 他还有这个胆量去做这个事 就是你觉得他还是被人家指使 对 你爸爸就是想的问你 有没有被人家逼图 有没有受到伤害 没有 他来来我发现说没有 那为什么呢 有没有谁逼一步强迫我去做 因为那时候是属于一种 就是好玩 那时候是什么都没想 他就去做了 然后他都想起来 太晚了 和小杨一样 16岁的小桃是一家人最宝贝的孩子 他和表哥都在厦门打工 表哥还曾经因为自己的这个弟弟感到非常的骄傲 也和小杨一样 对于小桃的变化 家人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 似乎一下子这个孩子就变了 妈妈跟着自己脾气 妈妈改了很多 其实也抓不住他 当表哥和家人意识到这个问题时 他们决定把小桃接回老家江西 在家好好管教一下这个越来越不听话的孩子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听说小桃已经被警方抓获了 这个犯罪团伙的犯罪嫌疑人年龄都不大 不过他们在整个的抢劫过程当中 表现的方式使用到的手段又是那么的成熟 和他们的年龄很难稳合在一起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解读这些孩子们的心理呢 请导播帮忙来接通一下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梅敬老师电话 梅丽老师 我们今天要分析的又是抢劫案件当中的未成年人 到底他们这个年龄段在行为模式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征 就是10岁到19岁这个年龄段 那么在人的一生当中 这10年应该是人的一个比较大的转变时期 那么这种转变他从生理成熟到身体上 就是生理上的那个不成熟到成熟 也要经历心理上的不成熟到成熟 这个父母在为了改变命运 在追求一个很大的改变的同时 孩子也在经历着一个他人生当中环境的巨大变化 而父母却没有对此有充分的了解和认识 就是说父母在头脑当中就已经得出来了一个概念 说我的孩子会很乖 对 这就是父母当中也就是说 我还是这个观点 就是我们很多孩子出问题 其实他身边的大人是有很重要的责任的 那么也就是说人的心理发展也是需要不断的在教育的 尤其当一个孩子面临新的问题的时候 父母一定要给予指导 要说对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什么叫有益的指导 作为父母第一个条件就是说这个孩子他晚上该回来睡觉就要回来睡觉 该回来吃饭就要吃饭 那么在你回来 比如说你跟他吃饭的时候 你就有机会跟他去聊一聊天 问他都做些什么 所以这是第一个 就是他要按照正常的轨迹来生活 第二点呢 如何来指导他呢 也就是说你要知道他干什么 如果你不能知道他干什么 你就要给他安排干什么 要让他的时间由你来控制 避免他游手好闲而出现学坏 然后这些孩子的家长 他们也有自己的难题 他们会说如果把这个孩子管得太严了呢 怕这个孩子以后没有适应社会的能力 但是如果放得太宽了呢 又怕孩子失控 我们叫一种信念非常重要 就怕有些父母没有这个 他就觉得只要能活只要不惹事就行了 他没有理念 他没有给孩子灌输一种做人不能一跃的那种界限是什么 他没有给孩子灌输 当然这个问题我认为社会也有一定的责任 也就是说呢 作为一个我们当地的这个无论哪个城市 但你享受到这些打工人性给我们城市带来的改变 任何一个城市或者当地政府都应该有这个意识 就是要要把他们整个这个人群的生活如何变成 也变成一个秩序的安定的稳定的这样一个体系 那么包括他们的孩子 所以我认为对于这些打工人群的孩子 不能说他们是外来人口 城市就完全不管 如果你不管的话 你就会自知后果帮助这些外来的民工 他们的父母来如何去教育他们的孩子 比如说能不能单独有一所 比如说这个地能性的学校 就像厨师啊 修车啊 那么像这种 然后父母稍微分担一点 孩子们在这过程当中的实习的过程当中正一点 那么由当地政府在出学前 如果把这些孩子能够很好地管起来 让他们学好一技之长 那我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减轻这方面的这个情况 或者严重危害性 没错 没错 好的 谢谢 谢谢李老师跟我们电话联系 好的 少跟 谢谢 再见 再见 应该说这些孩子的年龄啊 正处于花季 他们应该刚刚开始享受美好的青春 但是现在他们要面临的就是法律的严惩 又到了暑假了 我们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啊 能给大家带来一些解释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明天同一时间 继续说法 再见